对约书亚来说 他首先面对的不是敌人 而是环境 当他要带领以色列人去作战的时候 他必须先带领他们渡过约旦河 当然我们现在不会认为说 这是什么大事情 但是当时没有桥的 他们没有特种部队 为他们建造一座浮桥的 没有的 当时的环境是怎么样的 约旦河大约有100英尺宽 有20英尺深 而在春天的时候 也就是刚好他们在那里的时候 是经常泛滥的时节 汹涌的河水 没有人可以渡过 但是上帝也借着这个机会 让约书亚明白能力的来源是上帝 上帝说 现在我要施行一个神机 记得40年前我打开了红海 现在我要做同样的事情 只是这一次有一点点的不同 有一点不同 在40年前红海的时候 是我先打开红海 然后你们走过来 摩西所做的事情 只是在这个海边 举举拐杖 这个红海就分开了 但这一次 我要你们自己先走进约旦河 上帝是这么讲的 在约书亚记三章13节 等到台普天下主 约华约贵的祭司 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 约旦河的水 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 必然断绝 立起成类 有哪些事情是你觉得说 你知道你应该做的 但是你害怕 怎么办呢 脚先踏进水里 你知道说 有些时候 神希望你做某些事情 但你没有信心 怎么办 脚先踏入水里 神的应许跟帮助 会在完美的时间来到 用行动来胜过你的恐惧 做那些你最害怕的事情 面对那些 认为会吞噬你的环境 面对那些 你觉得没有能力 没有时间 没有钱 那些让你忧虑 害怕的事情 脚先踏进水里再说 你要知道 那些你所恐惧的事物 只是名词而已 但信心是动词 而且是主动词 而不是被动词 如果你想走在水面上 就必须要先离开那艘船的 我们不要想说 总要等到万无一失 我才去挑战 圣经怎么讲 在传道书十一章四十四节 看风的必不撒种 望云的必不收割 这句经文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只等待 要有完美的条件 才开始做事 我们将永远不会成就 任何事情 开始去做上帝 要我们做的事情 不是明天 不是让我回去祷告看看 许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是 上帝如果要我侍奉你 就让我有多余的时间 这个是错误的祷告 正确的祷告是 上帝我现在要侍奉你 你让我有多余的时间 做其他的事情 先来侍奉 其余的时间 上帝负责 脚先入水 先有所行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